大家先看一下这起交通事故的视频 大家说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 有的说是路边围停的责任 有的说是深色的保骏车的责任 也有的说是大货车的责任 这个视频是黄刚交警发的 只发了视频 没有说责任怎么划分 我们来当一会云交警 这条路是双向的单车道 应该是正级或是限级公路 这个围停的车在路边打双闪的 它应该只有围停的责任 与这起交通事故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要罚也是罚它围停 前面这个过去的那两辆车 有违规接道的嫌疑 但这起事故应该与它两也应该没有关系 视频最左边被撞的白色车 虽然说车头超过了路边死线 但它已经停在那里没动 应该也没有责任 这辆深色的保骏车明明可以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停在那里不动 汇车是停车不动 让对面先行导致事故 一般来说是对方的责任 但这里保骏停的地方是在马路的中间 我估计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最后说这个大货车 它可以说是受害方 几台车全在抢它的道 已经让了两台车过去了 第三台保骏车如果不停车 直接过去 可能这起事故也不会发生 理论上讲 这四台小车都逃不了干系 但这个大货车 这个速度要停下来应该是没问题 但它选择了从中间穿过来 错过了车身的宽度 导致了事故发生 虽然我觉得它挺冤枉的 但要划分责任的话 估计要占50%到70% 甚至的保骏占30%到50% 大家觉得呢 感谢观看